Ober E要如何以客户对谈 就是联系客户 首先就是这三条线 这里有三条线按下去 然后你会看到下面一个帮助 就是看帮助 帮助按下去 帮助按下去有这些东西 杀杆所有行程 还有很多的问题 那我们就选择 因为我们大部分跑会有一个 叫行程相关协助 按行程相关协助 现在上帮助 只有一项叫外送行程 就按外送行程问题 这里有外送很多个问题 什么偶尔万双 还有一些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那我们再往下滑 就是找到最像一个 我有线上订单需要协助 所以说我们线上订单 你等一下输入是要输入五码 就是全部的不是三个后 上面是整个五码 按下我有线上订单需要协助 过来就是他会写的很多东西 那你等一下自己看 再往上 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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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一个叫联络客户 联络客户 就是与我们对谈 就是与我们对谈 就是我们就可以跟客户来对谈的 按下去 他会说我们这个 那我们就可以来输入 大部分我们会遇到就是说 我们会收到现金单 现单等到人 所以你必须先输入五个号码 之后他问你什么问题 按你再打说 我到了地点 客人不出现 我已经打了两通电话 第二个你打我哪电话 那我现在就是在问 问说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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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 那个场次会增加 场次 场次 增加 5次呢 我现在这些都有增加 我吃了 好 来 那他就开始回答了 他会回答 那我就试完一些 小小问题他会回答 他说 现在你先下一次 有空 就是这个 这个 就是这样 就是刚刚的那样 就是直接以客户联络 就是 就是这样方式